我们来模拟一下12星座在接伯瑞夫时候的情况 通常来说我觉得社交能力以及外表形象都比较好的是天秤座 他很适合做account这个角色 Hello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 之前就有许多观众留言给我说想听听广告行业的一些情况 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上海从事广告所经历的一些情况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观众留言给我说 想看上海红烧肉怎么做 我就专门剪了一部影片发布上去 结果那部影片发布后掉了两个订阅数 我希望这一次应观众的要求做一支关于广告的影片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没关系广告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说的一个话题 广告公司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你站在高处来说 广告公司是有一个革命性的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广告公司广告行业非常伟大 就是一支好的广告出现之后 可以在市场上掀起一股风暴 像革命性一样颠覆一种消费观念 就比方说万家乡烤肉酱 中秋节这样一个全家团聚赏月 然后吃月饼的节日 被活生生变成了团聚在一起吃烤肉这样一个情景 可以说是华人圈子里别开生命的一幕 当然了中秋和烤肉它其实是有共性的 中秋一般就是团圆聚会聚餐 全家人在一起或者跟朋友在一起 晚上尤其是晚餐 因为月亮是在晚上出现 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中秋 同样的烤肉也是大家团聚聚会在一起 然后通常也是晚上可能会喝一点小酒 配着烤肉吃 所以烤肉酱这个产品带入到中秋节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这支广告非常成功 所以如果你说出现一个什么果酱 你说万家吃面包果酱香这样的广告 果酱跟中秋节它就没有共性 所以没办法成功 那为什么不做火锅料呢 可能是台湾的火锅都不好吃吧 然后呢广告公司站在低处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复性 非常枯燥的服务性行业 一切以满足客户爸爸的要求为准 哪怕客户爸爸的要求再无理再无脑 也要尽一切所能去满足它 重复劳动机械性的操作 然后广告的分类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我作为一个差不多从事了十几年广告的广告人 来说就是广告可以基本上分为传统广告 像一些线下的海报啊 然后一些大的广告牌 包括一些TVC的广告 影片广告 还有一些电台广播这些的广告 都是属于传统广告 那后来就发展起了互联网广告这一行业 或者我们叫线上广告 像一些手机上的载体 比如说微信吧 微信之前做了很多 然后其实LINE也有 然后FB包括FB也有 然后还有一些很粗暴 很讨厌的网页广告 这些都属于互联网广告 线上广告这一块 包括后面还有很多事件营销啊 事件广告这一系列 所以广告的分类其实是非常细致的 做广告这一行呢 有一点和带孩子非常像 就是都很容易掉头发 说起掉头发呢 我这里就有一款针对掉头发的 洗护产品推荐给大家 它就是来自丹麦的Hairlust 护发品牌下的青丝如铺 洗护套装 没错 这是我的第一个业配 接洽中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 所以对于这次业配 我在实际试用完产品后 就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因为我们在讨论脚本的时候 我说有些养护需要长时间使用 才能有效 所以对于产品其中一款 头发养护软糖 我只能说味道还不错 查过其成分 确实是和食谷里所说的 海鲜啊 鹅啊 相同的成分 但是实际效果我还没有办法总结 对方说对于他们家产品 实话实说就好 因为他们对产品很有信心 冲着这一点我就非常放心 Hairlust是一款来自丹麦的 头发洗护产品 它的品牌理念就是 天然 纯净 有机 所以其产品是通过 素食和有机认证的 收到试用就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不光光洗发水 护发水是纯天然的有机成分 就连它的包装用的材质 也是一摸就知道 是环保可回收再利用的材质 我是从12月26日收到后 开始试用至今 用下来的感觉就是 它的味道非常原生态 打开是一股迷迭香味 感觉自己在做菜一样 其质地没有非自然添加剂 第一次清洗不太容易起泡 但是我咨询了专业说法 想泡沫多需要第二次洗涤激活起泡 但是通常头发没有很脏的情况下 建议洗一次就可以了 洗完觉得整颗头变得非常轻 头发特别清爽蓬松 而且它的护发素也不像其他一些 黏黏的很难洗干净 它的护发素使用时像自然吸收一样 用完稍微水冲一下头发就很顺畅 我老婆也用过 她的感受和我差不多 觉得洗完之后 头发变得非常蓬松顺滑 现在呢临近新年 新年新气象 好运从头开始 所以目前产品全网八折 满888还有额外的赠品 满1888呢 就可以免去从丹麦直接运送过来的运费 我觉得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生活日用品上稍微多投入一点 生活质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在这款产品上付出多一点 还是很值得的 我会在本支影片的说明栏 附上产品的专属链接 还有我的独家折扣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购买尝试一下 谢谢各位耐心看完我的业配内容 我们言归正传 可能广告的东西说的太专业 会很无聊 所以我们说一些具体的 然后加入一些趣味心 我想加入十二星座的元素 来正好验证一下 对于大陆对十二星座 和台湾对十二星座的看法 是不是一样 因为上一次我的提示很失败 我们拿广告人一天的生活 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进公司需要打卡 但是其实很多广告公司 是不需要打卡 或者是这样说 好的广告公司 比较有创意的广告公司 是不需要打卡的 就是你早上可能可以睡个自然醒 睡到十点 甚至十一点 十二点更晚都可以 然后进公司之后 就像我之前待过的一家公司 可能十二点到公司 然后大家先去吃饭 吃完饭 晃一晃 逛一逛 摸摸鱼 然后到下午两三点开工 但是晚上会做到非常晚 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其实不是很好 当然也有一些广告公司 是需要打卡的 可能十点 九点十点就要进公司打卡 然后打卡之后 就通常会开会 就比如说 接了一个brief 接了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下 十二星座 在接brief时候的情况 通常来说 我觉得社交能力 以及外表形象 都比较好的 是天平座 它很适合做account 这个角色 所以天平座的account 就接了一个brief 进来 来到会议室 跟大家开会 像我们母羊座 性子非常急 就首先去问 这个项目的deadline 它的最后的底线 是到什么时候 到哪一天 然后金牛座 比较务实一点 他就会问 客户的预算是多少 双子座 就不用说了 多重人格 脑子里就已经在盘算 我们要出几个方案 ABC还是DEF 巨蟹座 相对细心细致一点 可能是在做会议记录 狮子座 非常霸气 直接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要做成爆款 天蝎座是很有洞察的 也很喜欢揣摩内心 然后他就会说 我们来讨论一下TA 也就是目标人群 射手座很跳脱 他会说 我们中午吃什么 稳健的摩羯座就在后面说 你们先讨论 我之后来补充 水瓶座这个外星生物 已经完全放肥了 他说 我觉得我们要包下101来做营销 而天真浪漫的双鱼座 在那个时候说 客户好帅 大家要问处女座在哪里 处女座在最后 他会说 你们说的都不对 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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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处女座是完美主义 很挑剔 也很讨厌 那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款 儿童果汁 叫西西勒 它的针对的对象 可能是七八岁左右的 国小学生 它的特点呢 就是口味好 然后口味非常丰富 然后无添加纯自然 说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如果要做这一款 果汁产品的宣传 我们首先 首要针对的人群 是大人还是小孩 我这里想跟大家说 我觉得应该是针对小孩 我的理由是 因为所有市面上 这样一个针对小孩的果汁 它的卖点都有 纯天然 无添加这样一个点在里面 然后呢 这款产品 果汁 使用的场景 应该是小孩 在比较无聊的时候 想打发时间而已 而不是说 需要用它来补充营养 或者说 用它来纯补充水分 这是不主张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作为一个 对身体 其实无关紧要 只是作为精神上 就像我喝奶茶一样 并不是补充水分 只是调节一下心情的 这样一个产品来说 小孩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他喜欢这个产品 才是最值得 不是说 大人要去帮他 挑营养成分好的 或者是更健康的 只是作为一个 很偶尔时间 需要来打发一下 时间用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是 针对小孩 当然了 广告这个东西 其实怎么说都可以 正的说 反的说都可以 无非是要给他 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 所以一个广告人的口才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广告人 除非有非常硬的作品 或者是你有非常 过关的口才 这两方面 你可以说服客户 或者说你拿出产品 丢在他面前 他就觉得OK 那这样一个广告人 就是非常成功的 那我们决定了TA之后 我的idea呢 就是在产品的包装上 跟卡通形象 做结合 本来我想实际 出几张海报的 但是考虑到 版权的关系 我就正好偷懒了 但是我可以 打几个比方 比如说 跟宝可梦合作 柠檬味的产品 就是皮卡秀的形象 叫让你电力十足 杰尼龟的形象 就可以出现在 蓝莓口味的包装上 可以叫补充水分 蜜瓜味的呢 就使用妙蛙种子的形象 让你像种子一样 茁壮成长 不知道大家最近 有没有做过捷运红线 有一个专车 它现在有一个专车 就是宝可梦专车 应该是宝可梦和新年线 因为我之前是有做过 会试和宝可梦的联名 宝可梦这个形象 真的很会赚钱 每到春节啊 每到节日出一个定制款 就可以赚一笔 定下方向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执行了 比如说让你 电力十足的文案 就交给Copy去润色 像产品包装啊 然后一些宣发海报啊 之类的视觉 就交给Art去执行 然后呢 整体的方案 就交给Planning来整合 它需要把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整个逻辑串联起来 然后交给客户 最后客户来买单 因为我们广告公司的一天啊 可能是中午啊 或者下午开始 因为上午可能就这样 一个会议讨论完 然后下午大家开始 找素材找素材 然后执行了执行 可能这样忙忙忙 就要忙到晚上 晚上如果方向上 有什么问题 大家再开会讨论一下 再补充一些 这样就可能忙到深夜 所以广告人的加班 是非常可怕的 经常会加到凌晨一二点 这样的情况 你说为什么不能明天做 因为很有可能客户 后天就要这个方案 你明天留一天修改时间 还比较安心一些 然后这里有之前几位朋友 给我的留言提的问题 我当时那个QA里面 还没有回答的 所以在这里一起回答 是大家都在问我的 设计养成的教育 就是广告公司 通常分几个职能 一个是设计 就是做画面相关的东西 然后还有文案 就是写一些广告词 然后还有策划 策划就是基本上是总体的来串联 像这几个职位呢 是广告公司比较特有的 但是这三个职位当中呢 我觉得专业性啊 或者说门槛 最需要门槛的可能就是设计了 因为毕竟要操作一些设计的软体 这个不是没有学过的话 是没办法操作的 而不像文案 可能你读新闻系啊什么的 都可以转行做文案 因为只要跟文字接触有关的都可以做 我的相关经历其实是野路子的 就不是科班出身 也是在机缘巧合下 做上了广告这一个行业 然后一做就做了差不多十年出头 也是从一开始在很低的地方 做一个设计助理啊 一点一点爬 那个时候加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猛 可能一个礼拜要加四天半 周末可能也就也没有空 然后随着慢慢做上来之后呢 也敢于对加班说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的手速非常非常之快 我可以说我在上海广告圈里面的手速 我应该可以排前三 当然没有统计过 但是我的手速真的很快 有时候一个方案下来需要执行的话 叫我做画面 可能几个小时 一整套东西全都能出来 但是呢我有个特点 我做东西很粗糙 就是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先去做到六十分 我先求对再求好 我先做到一个及格线 做到六十分 然后剩下有时间的话 我再去打磨 可能打磨到八十分这样子 因为目前市场上的广告操作 就是短频快 然后我会贴几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还做过蛮多 POPC百事可乐的 有这样一些广告 之前有一个 大陆有一个综艺节目叫 蒙面歌手 蒙面歌王还是蒙面歌手 我不记得了 他就会有一些成名的歌手 然后戴上面具 到舞台上来唱歌 让大家猜他是谁 就跟百事有合作 然后就做了这样子张海报 然后百事还有一些拍外景 接拍的海报 其中这个就是我 还有那之前还做过一些KFC的海报 我拿出来一些作品 都是比较有发挥空间的 因为像广告行业 其实可能你在工作时候 有百分之七十 甚至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只是机械性的操作 就是客户要求什么 你就做什么 很难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还有之前我有一次面试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面试官要看我的作品 我就给他看作品 然后他就说 你的作品就这样 然后他看了几张 他就说你的作品就这样 我说这个作品怎么样 是客户买单的 并不是我要自己做成这样的 客户最终买单 你是至于这个客户的审美吗 因为这个客户的品牌 还是市面上蛮大的一个化妆品客户 面试官也无话可说 他其实不知道广告当中 很多的成本 很多的作品 并不是你自己 出于美观的目的来做 只是出于完成 客户要求的目的来做的 所以我就有一些海报啊 展示啊 就不给大家看了 它只是一个非常商业的行为 然后广告公司的人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 都非常open 也是相对来说 思想比较前卫 比较潮流一些的 因为他们每天每天 都要接触那些新的东西 包括一个品牌新的玩法啊 这些东西 看国外的案例啊 接触很多外来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的思维是 我觉得走在蛮前面的 然后广告人 我也觉得还蛮多才多艺的 尤其是像年会 或者是万圣节party的时候 圣诞party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身兼多指 可以唱歌啊 跳舞啊 然后才艺展示 非常有意思 广告公司的年会也很有特色 台湾这边叫尾牙 就是我带过好几家 广告公司里边的员工 思想很open 他们在年会尾牙的时候 喝完酒 平时一个个说 我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喝完酒之后 就会男男女女 大家并不是一家人 然后抱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 非常混乱的一个场面 当然这不极限于广告行业 同样的还有金融业 医疗业 教育业等等等等 都有这样的情况 好了 广告公司的那些事 今天就说到这里 要说下去 还有很多可以说 但是可能会比较枯草 因为更偏专业性一些 所以这一期上海人到台北生活 就到这里 感谢这一期有 Hairless金属爸爸的赞助 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 对我的支持 能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